大家好,我是齐多 这期指南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申请回国的绿码 以及各领馆及使馆对于申请健康码的一些不同要求 第一步我们来看在哪里申请 中国公民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进入 外国公民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 第二种方式,微信搜索 防疫健康码,选择防疫健康码国际版 第二步进入申请页面 点击进入 点击检测结果申报 第三步就是登录认证 点击去登录 登录 如果填写了非国内手机呢 增加国际代码,点击允许 第四步就是开始申请 开始点击这个检测结果申报 到这个页面呢,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就是自己申报 第二个选项就是为他人申报 在第一个选项里分两类 有居民身份证 还有就是无居民身份证 有居民身份证需要实名认证 无居民身份证不需要实名认证 实名认证指的是与微信认证的个人信息要领持 如果认证失败 例如没有国内银行卡 可以选择无居民身份证 如果选择有居民身份证 如果没有实名认证 他会有提示 点击确定 之后呢,根据他的提示进行实名认证 第五步就是填写个人信息 如果认证之后呢 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这里会自动的生成 接下来我们就选择证件类型 护照 确定 再下来就是输入护照号码 选择中国国籍 手机号类型的选择中国境外 如果你有的话 选择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便于当地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填入国外的这个手机号码 性别进行选择 出生日期选择 国外长期居入国家或地区 点击选择 点击的 就选加拿大 点击 出入呢 所在城市 这项主要是选择一下身份 提示 如果你持风夜卡 你选长距国外人员 我们以留学生为例 选择留学生 再下来就是工作单位 如果学生呢 填学校的名称 没有工作呢 填午夜 退休人员填退休 第六部就是航程和其他信息 宫哥华领馆有个提示呢 航班信息呢 只填写直飞赴华的航班号 不填写加拿大境内转机的航班号 18D 输入的航班号 选择起飞的时间 例如金庭首尔的AC27呢 它不算中转 输入城市的名称 比如说入境上海就学上海 其他信息这里呢 将有中国境内有效的联系人 以及联系方式 接下来就是选择核酸检测结果 阳性阴性 抗体的阳性阴性 根据情况来进行选择 我们以核酸阴性为例 如果做了血清抗体的检测呢 阴性呢 也选择阴性 如果没有接受这个抗体检测 选择这里 再下来就选择检测机构 同样选择加拿大 在这些检测机构里呢 找到你所在领区的 对应检测机构 这是核酸的 如果做了血清呢 我们再选择血清的 同样的方法 也就选择 这一项呢 就是添写这个检测的采样日期 温哥华领馆呢 最新的通知呢 对于检测日期这一点呢 它要求选择的是 登机前两天内的那一次检测 同时呢 我也咨询了多伦多领馆 也是两天内的那一次检测日期 再下来就是上传 检测报告 点击 那规定次数的核酸报告 如果做了血清检测呢 上传血清报告 以及七天自我健康监测表 这一项呢 需要上传的有行程单 所在国家居留证明 以及新冠疫苗接种声明书 详细的上传资料呢 我会在后面也给大家有个列表 有四个注意事项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呢 新增的抗原检测结果不需要上传 第二呢 七天自我监测表需要上传 检测报告通常为PDF 大家可以用手机呢 打开报告后呢 截屏后上传 以免图片的还大 第四呢 出现无法上传图片 尝试更换网络或设备 遇到缺少材料 图片不清晰 会通过小程序 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 重新上传 大家要关注小程序的反馈 使领馆官网下载相关的表格 申请立马需上传的材料清单 这是多伦多领馆的 第五条呢 加了绿色 是有别于温哥华领馆 温哥华领馆就在旅签这呢 有一些不同的要求呢 需要提供中国职飞 来加人员的中国出镜章 冲击牌 入境加拿大健康申报 记录 比如说人还看了 入境评据 三者中呢 至少有两个 还有对外界人员的一些要求 这是他官网列出来的 对于既往感染人员呢 第一条第五条和温哥华呢 有些不同 大家可以呢 揭评 留意一下这些内容 第八就是疫苗接种情况 询问是否接种过新冠疫苗 如果接种了 选择是 疫苗的品牌 接种的是7 上传疫苗接种证明 第九就是与新冠相关的问题 以及提交 本部分按实际情况添写 如果回答是呢 就需要添写是7 我们呢 以否为例 最后呢 在这里打勾 点击提交即可 第十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出事 在这个页面 点击出事 见帮忙 登机时呢 需要出事动态的 绿色健康 多伦多领馆 会根据申请人 航班起飞时间 或申请提交时间 进行排序 比安排专人 按照顺序 按照顺序 注意审核 登哥华领馆的提示是什么呢 最迟应在登机前三小时上传 蒙特利尔呢 我们特利尔呢 22点提交的 均能在当日完成审核 这是我已经发布的一些指南 大家可以在我的频道内找到它 如果想了解回国的信息呢 可以选择六二维 入境的是这个 吵架道 是这个 大家可以呢 少人或截屏 如规定有更新呢 我会发布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 大家出行前 请查阅视频管官方的最新规定 希望对大家申请绿色健康码 有所帮助 有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观看 订阅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